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把它想象成两个资料夹 点选第二个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2012 2013 2014 好 我建议 我建议 我们还是把这个 2012行动通信 拖曳到 是统计日期 统计日期 可以吗 是统计日期 因为你不能 这两个 也不能这两个 到时候我会希望说 它全部都是跟这个统计日期 一起来去 做 关联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放了2012年行动通讯 而且自动 你可以点 点这条线 点它 稍微等一下 它就会出现说 它自动把 这个统计日期 里面的统计日期 跟2012年行动通讯的 统计日期 关联起来 好 反正这个关联的建立 这个关联建立 我觉得还不算是很自动 如果说当你今天把资料 表在连结取得进来之后 它可以自动帮你关联在一起 我觉得那才是更好的一个设计 好 因为你现在其实 如果是把这个2012年拖曳到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统计日期会产生 就是多对多 它就没办法建立关联了 因为这个统计日期只会出现一次 而且事实上 我也是希望看那个 就是在各年间 这个 这个 行动通讯的一个表现量 其实 各位 不晓得能不能理解 一个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情 你 可不可以想见 其实这个资料已经被通讯委员会 他们已经整理过 变成一个月 一个数值 这就是一个报表 可是 你是中华电信的 里面的 管 用资料拥有者的话 你会拥有的 假设他这边写 写800万好了 就是 2012年的 那个 1月 假设800万 你会拥有的 绝对不是一个 一个 死的数字 你是拥有 整个800万 的人的 例如说 姓名 相反正字号 性别 地址 哇 你可以想见 你 你要知道多细啊 对不对 好 那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会希望 就是说 假设建立一个 Data Commons C-O-M-M-O-N-S Data Commons 的概念 就是指说 我把资料 分文别类 方便让别人 透过筛选的机制 然后 已经把这些 结果已经 试算 出来之后 你 如果需要哪些 你再进行 资料的下载 去做 研究分析 好 这是Data Commons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好 这也就是 为什么 Easell 它那个 枢纽分析 它会 有提供 一个详细资料 原因就是在这边 只是 可能这边 的观念 是值得 值得 要专业 很专业的人 再去研究了 好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 你一定要先建立好 这样子的一个观点